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 繼續來玩這個我帶兵最牛 那今天影片呢會來推薦一下這個金色的武將哪隻比較好用 那不然的話大家好像都在考慮說要抽到這個 紅色的武將才能開局 如果的話這個紅色的 其實是蠻難培養上去的 而且不知道能不能夠繼續抽到下一次 然後也會來分享一下這個目前遊戲內說 公開的需要禮包碼 也會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特殊的頭像框 要怎麼去做領取喔 好那麼首先呢來看一下這個領地的招募 那我們領地的招募這邊就可以看到抽獎機率 那其實呢我們大部分刷到這種紅將就算是刷到這個紅色的 大部分也都是抽到這個曹操還有這個陳其思汗 那比較好用的話還是要到這種前面的 這種個位數趴數的才比較好一點 那至於的話我們新手基本上每次 第一次抽到這個橙色武將 就是我們的這一隻諸葛亮 那其實這隻諸葛亮呢就已經蠻好用的 他呢這個可以造成這個210%傷害 而且還會讓敵方這個冰凍住 而且的話他這些後面的一些這種被動技能呢 也都是可以在幫忙增加他一些他們的傷害 可能還可以多增加一些這個防禦力 那再來搭配我們這個諸葛亮的武將呢 我們比較希望的是可以讓他補血 那就可以很好的找到我們諸葛亮的老婆 黃月英喔 那他呢這邊有在介紹說他是目前這個遊戲中 最強的一個治療角色 那也可以看到他的這個主動技能 他每0.5秒就會恢復這個104%的攻擊力的生命力 而且的話他這個被動技能呢也是會持續的 幫助我的火方友軍 繼續恢復生命力 然後這個神力祝福也可以提升這個弓兵的攻擊力 我們這個遊戲的弓兵呢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可以遠距離的殺傷敵人 然後再來呢就是我們這個首抽他會送的這個呂布 呂布呢其實也是蠻強的 他本身的這個範圍傷害呢就已經蠻足夠了 可以讓敵方降低攻擊力 而且的話還可以提升自己的暴擊率 再來看到他第二個被動技能 他一樣呢可以把自己的傷害 轉化成自己生命值 也就是說他自己本身就會吸血 那他只要這個打的傷害越多 他就反而越不容易死 然後他這些步兵騎兵啊 也會再增加呂布3%的攻擊力 然後再來呢也是呂布的老婆啊 我們的貂蟬呢 他呢雖然這個主動技能 他這個這個特殊效果沒有到很好 只是5%而已 但是的話他本身的這個攻擊力%數其實還算是不錯的 而且的話主要的話是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可以降低敵方的12%攻擊力還有12%的移動速度 那基本上呢對方這個在移動過程中呢 你自己的這個武將 就已經把他們的角色或者是英雄單位都 打得差不多了 而且的話這種最後一個護花陣型 一樣可以多添加這個火方弓兵的這個保護力 可以再多為他們增加這一些防禮 好那我們接著呢來繼續來兌換一下這個禮包碼序號 那官方呢是有更新說這個可以兌換這個 好那我們就只要輸入這個POTTER8 那記得要大寫喔然後按兌換 這樣就可以獲得這個魔導師的皮膚碎片 好那接下來是這個7然後KI 然後7KI88 那這個是在廣告上面看到的 然後我們一樣按兌換這邊就可以直接送你這個30個諸葛亮碎片 還有100個鑽石喔 好那接下來是這個之前有公開的這個 WD然後 BDN888 WD BDN888 這個可以拿到100個鑽石 還有這個金幣喔 好接著再來是這個WD然後BDN999 WD BDN999 3個9 好然後一樣按兌換 就可以拿到50個招募令還有388個鑽石 好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專屬的頭像框喔天璣神女 他會送你這個 好那接下來還有這個專屬頭像框可以去他們的這個粉絲專頁的社團裡面去領取 他可以領到這個天璣神女 還有這個玉璽200個 那你們只要在這個下方貼文出 偷出他已經加入這個截圖就好了 然後呢就可以去私訊 然後截圖留言然後他就可以 獲得這個兌換碼 然後一樣的話就可以回到我方的這個禮包碼那邊去輸入這樣就可以了 好然後不要忘的話這邊右上角這裡信件 還有這個預約總人數的獎勵喔這邊也是可以領到蠻多的這個看招募令啊 還有這個鑽石喔 好然後還有後面這個金色的 金色的虎奔金 呂刀嗎 好 給他領一下 那我們都領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來這邊來抽一下 看看是不是他每次十連抽抽到這個 這個第一個成將都是我們的諸葛亮 好那我們第一次十抽 那之後也會來講一下這個你們要如果要刷手抽的話你們就這個 換到別的伺服器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第一次十連抽就直接種一個這個諸葛亮還有一個草草 這樣的話運氣算是蠻好的吧 那所以說你們要這個 要如果要刷手抽的話就是要換到其他的伺服器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繼續的來抽 我們第一次十連抽這個運氣就已經蠻好的 直接種了一個諸葛亮再加一個草草 好來看第二次十連抽 喔這個種了一個梵梨花 又是個紫色的 來接下來 就種一個點尾 喔周瑜可以看到他上方有這個大獎就是 像這個我們都碎片而已 感覺這次抽的機率比較好一點 而且抽到蠻多這個甘寧的 還有這個周瑜是嗎 一樣可以看到我們有這個龜谷子 還是比較少看到這個橙色 我們現在大概剩十抽 不過蠻多這個碎片的 好最後的十抽 好吧那我們就只有一開始的十抽是比較 運氣比較好 多的話現在抽下來的話其實也蠻不錯的 我們現在有這個諸葛亮了 可以把這個裝備給他裝備上去 然後之後呢也可以再來提升一下我們超超的等級 給他裝備上 而且的話他達到這個一定的等級他就需要再消耗那種 碎片喔 然後去提升 才能夠繼續提升他的等級上去 如果你看像我們這個神話超超 就跟那個諸葛亮不一樣 他是可以直接升到這個四死 好那麼接著呢要幫我們諸葛亮穿上他的那個 哈利波特的皮膚的話我們就要來到這個他的頁面 然後點擊這個皮膚 然後選擇這邊然後按啟動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可以看到他這邊永久加成 就幫他的攻擊力防禦還有生命值多提升了8% 好那麼接下來呢就直接來去開戰一下看看 他的目前是可以上陣四個吧 那麼先把他的這一隻金位給換下來 把我們諸葛亮給他丟上去 那我們諸葛亮呢就有說到他可以 提升他周圍的這個防禦力 所以的話盡量就可以把他放在這個偏陣型中間 好那麼直接開始 這邊右下角可以調整成兩倍數 全場的這個大招 還可以附加這個冰凍效果 然後右下角這邊呢還可以看到他這邊各個英雄的傷害值 那像我們諸葛亮還有曹操的傷害都還蠻不錯 我們士兵呢也都還行 繼續下一關 開戰其實這個玩法 蠻早就有了 不過 有加入這種三國 然後也在台灣上市還是 反正只要有三國這個 大家應該都會蠻喜歡的 而且三國的 或者是歷史武將人物的話就比較 不需要去構思那個角色的背景故事 然後角色的建模其實大部分也都有做蠻多出來了 不過就是這個小兵還有武將他在打之前都會 繞圈圈繞有點久 就覺得好像有點小凡 但我們這個諸葛亮其實蠻強的 完全不輸其他那種紅色角色 而且的話你看甚至我們這個 黃中只有10等就打出了這個1萬多的傷害 所以他不用糾結所以一定要抽到這個紅色的武將 其實橙色的武將也都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這個應該是打到第25關 算是最後一關 所以的話他這個有時候一關都會有蠻多的小關 不過這個打到後面應該就蠻容易這個卡關 可能要再繼續儲值或者是提升更多等級才能夠 繼續推翻下去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我帶冰最牛的 希望你幫我分享這個推薦的金色武將搭配 介紹就差不多拍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